随着年纪增长,人是会改变的,有人总想事事拔尖,结果搞得整个人疲惫不堪,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突然醒悟,世间一切皆为空欢,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,唯一属于你的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,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近人事,听天命。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,最舒服的活法,一半是争取,一半是随缘。 一,事业,一半是努力,一半是运气。 董雨辉在北京评估中学演讲时,有人问道,走红是偶然还是必然? 他坦言,能力决定下线,机会决定上线。 如果不是当时意外走红,自己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 但能力是下线,即使没有意外走红的机会,自己也可能换一家公司,继续当高中老师,一样会过得不错。 董雨辉大学毕业后,成为西安新东方英语老师。 出入职场,他默默地钻研,将历年真体烂数于心,迅速展露头角,才23岁就晋升为教研主管。 后来他顺应新东方转型,投身直播事业,勤奋不错。 有时候从凌晨一点播到早上八点,讲到口干舌燥,不仅没卖多少,还被骂涨得丑。 但他没有泄气,反而更加用心,甚至自嘲是兵马俑老师,坚持了大半年,终于在2022年一夜爆红。 北时有盐,天应人和,时会病急,不可失业。 你只要足够努力,人生的下限不会太差,但到底能飞多高,还要看运气。 事业如行船,努力是掌舵的双手,运气则失丰。 掌舵的手能让我们在波涛汹涌中保持方向,坚定前行。 突如其来的风口,才是事业腾飞的最佳助力。 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思也曾说过, 我是一个在事业上很受上天眷顾的人,有没有挫折,会有,一定会有,但总的来看,我是运气非常好的人。 他说的运气便是1984年的春晚,一部小品吃面条让他和搭档朱石茅火遍全国。 而在此之前,陈佩思已经在巴依电影场兢兢业业做了11年演员。 没想到,这个无意间编排的节目,因为太好笑了,才被央视看中,这才成就了春晚经典,也开启了他长达14年的辉煌事业之路。 在事业的征途上,努力是坚实的脚步,运气则是命运之神的青睐。 没有努力,运气只是抓不住的云烟,若没有运气,单凭努力,终究很难以飞冲天。 罗颖在《仇笔仪》中说,使来天地皆同利,运气英雄不自由。 关于事业,我们不妨从容一些。 不好高务员,不患德患失,尽人事,听天命。 努力提升能力,剩下的交给命运就好。 二,家庭,一半是改变,一半是接纳。 听过这样一句话,人到了一定岁数就会懂得,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,不是财产多少,成就如何,而是家庭怎样。 福生六纪的陈云,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,她灵力机智,十分有生活情趣。 陈云的可爱,六分来自天性,剩下四分得以于丈夫审妇的成全。 初为人妻,她少言拘谨,活得小心翼翼,使沈夫顶住父母压力,让她品实,赏话,发展自己的爱好。 陈云遗憾自己身为女子,不能去逛庙会,沈夫不顾世俗眼光,让她穿上自己的衣服,伴坐男人一起出去玩。 陈云爱吃的臭豆腐,沈夫先时不堪气臭,但是却愿意尝试,最后甚至喜欢上吃臭豆腐。 后来沈夫失业,因不懂得谋生计,一家人过得很是困窘,但陈云没有埋怨,以便宽慰丈夫,以便变卖首饰,刺绣贴补家用。 在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,沈夫愿意为妻子做出改变,尊重她的喜好。 而陈云欣赏她的才华,接纳她的缺点。 两人相守二十三年,互相理解,彼此信任,即便事事艰难,也从未理心,合力把柴米油盐过成了诗意风雅。 科威特·穆尼尔纳素夫说过, 人生真正的幸福和欢乐尽头在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中。 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,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用心经营。 回看所有不幸的家庭,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,而是彼此消耗, 夫妻争吵,婆媳计较,父子冷战。 每一段关系都是拧巴的,每一个人都试图改变别人,最终把家变成了战场,天天争输赢。 2024年春节,过年吵架的话题登上热搜,浏览量达到2.5亿。 大批人吐槽过年和家人相处时鸡飞狗跳,有人因吃而吵,有人因年俗而吵,有人因钱而吵, 似乎每一个吵架的原因都是听谁的,每个人都想掌握话语权,想当老大。 格言连笔中说,兄弟争才,父仪不尽不止,妻且争宠,父命不死不休。 家是温暖的港湾,别把柴米油盐搞成鸡飞狗跳,战火纷飞。 幸福的家庭不是没有矛盾,而是家人之间懂得让步,懂得宽良。 雄不怪妇,孝不比凶,苦不择欺,气不凶子。 美满的家庭永远是一半改变,一半解纳。 三,处世,一半是清醒,一半是糊涂。 大代理济有言,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茶则无涂。 水太清澈就没有鱼,人太苛刻就没有朋友。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做人可谓精明透顶,依仗贾母的宠爱和自家背景,嘴甜辛苦,对待下人十分严苛。 彩云亦是贪心,拿了王夫人的玫瑰露。 宝玉怕她被罚,于是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。 但凤姐依旧不依不饶,非要把王夫人房里的丫鬟都拿了,垫着瓦片跪在太阳底下,饿上一天,定要把人抓出来。 贾母却截然相反,她明知王熙凤管家期间,贪莫银钱,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因为她知道凤姐为整个贾府付出颇多,这些灰色收入全当给她的补偿。 不瞎不笼,不作家翁。 季贤林说过,人生在世,有时的确需要聪明,但更少不了糊涂。 糊涂不是愚笨,不是妥协,而是一种智慧,一种看清世事之后的通透。 世事纷繁,不必太斤斤计较,就像在光滑的镜子,在高倍放大镜下,也会变得凹凸不平。 人生在世,该清醒是要清醒,该糊涂是就糊涂。 乾隆十六年,正板桥在山东北现当之间,人情冷暖,世事浑浊,苦闷,彷徨的情绪差点将她压垮。 后来在一次游历中,她与一位自称糊涂老人的儒雅老翁相遇,交谈之中,难得糊涂四字令她豁然开朗。 于是提笔写下,聪明难,糊涂犹难,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 放一者,退一步,当下心安,飞徒后来福报也。 人生最妙的境界,清醒看事,糊涂养心。 心知肚明的是不必言说,言不由衷的人也没必要拆穿,放过世界也是放过自己。 山西舞台山金阁寺有一副对联,看破世事难睁眼,跃尽人情暗点头。 人到中年,看破不说破,一半清醒,一半糊涂,才是处世大智慧。 以书说过,无论什么事,举功尽瘁,均有限度,只能做到这样,如果还不够好,也值得作罢。 人这一辈子,本就是悲心交集,得势相伴,若一味追逐圆满,只会更加遗憾。 取舍有度,知足常乐。 人到中年,放下执念,一半争取,一半随缘。 与自己和解,与万事言和,尽力而为,随缘而安,用顺其自然的心态,活出舒适自在的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